这一段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段落 在945页第五行 若一忏悔者端坐练十项 重罪如双路 慧入能消除 恕故应当自心忏悔 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 这段经文 法师在金刚玻璃研习报告里面 法师有做重大的开示 我们必须要彻底了解 什么叫端坐练十项 为什么端坐练十项 端坐练十项就是开悟 就是明心见信 见信成佛 所以见信成佛 就是我们十项忏悔 我们有 四项上的忏悔跟礼上的忏悔 我们一般忏悔叫做 往昔所造诸若叶 皆有无始贪嗔痴 重生予以之所生 经对佛遣求忏悔 这是四项上的忏悔 那十项忏悔是什么呢 就是这里讲的端坐练十项 就是十项忏悔 就是 所以什么叫真忏悔 你真正正入十项 你真正开悟明心见信了 那才是真正的忏悔 你就不会再造作罪业了 你就能够做到不起经不动恋了 那这样到所有重罪就能够消灭 所以这首记忆呢 就是端坐练十项 世民真忏悔 重罪肉霜露 慧露能消除 这是世真在经上讲的 怎么样可以忏悔最重罪呢 佛叫我们端坐练十项 大家不要误会 以为端坐就是跑去佛堂 坐在那边打坐就要端坐 或者说你跑到佛堂 端坐坐的很端正 在那边打坐的 啊 练金刚经 你就这样就是我叫端坐练十项 不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叫一文解义啊 这个真正的端坐是什么 也就是六子大致所说的 坛经里面讲的坐禅 各位如果看过达摩祖师传电影就知道 有几个禅师在佛堂里面打坐 在禅堂里面打坐 那他们几个都讲好说 谁先讲话 谁就失败了 坐禅就失败 那么达摩祖师经过以后呢 看他们在坐禅 达摩祖师要告诉他们说 什么叫真正的坐禅 那达摩祖师就在外面用砖块 磨磨石头了 那他们就一个人先开口了 你在磨石头干什么 那个达摩祖师说 我磨砖成净啊 那那些禅师就说 磨砖怎么可以成净呢 那达摩祖师说 坐禅就能成佛呢 你坐禅怎么就可以成佛呢 就这个意思 就端座练食像 不是坐在那边 所以这个端座 就是不取一向 鲁鲁不动 所以端座 就是你端正起心 而不是这个身体 你心里要端正 你心端正就没有妄想 就端正了 坐是什么 坐就如如不动 所以 我们思维里面 行住坐卧 走路是动的 站在那个地方虽然不动 但是你躺在那个地方不动 也不庄严啊 你还会翻身啊 所以 真正的端座就是 心里头 不动 也就是说 我们六根接触外面的六层境界 你眼见受 耳闻生 鼻臭香 舌肠胃 身对处 异对法 你心里头能够如如不动 你眼见受的时候 能够不起心 不动念 能够离一切相 行一切善 你不住色身相味 触法不失 那个就是坐 你不住 色身相味触法不失 那个真正放下 那个就是坐 那就是如如不动 真正放下就是如如不动 所以坐 端座是这个意思 端座就是这个讲法 这就是实相 所以实相是真心 真心是理念的 他没有忘念 那么如果能够端座念实相 世民真忏悔 你能够真正 内部动心 外部着相 就是保持清静心 那么清静心就是真心启用 那就是保持第一念 第一念是实相 那么第六念就变了 所以诸和菩萨 能够永远保持第一念 因为他们入圣身 这个三昧长几 入圣身禅定 所以能保持第一念 我们凡夫保不住啊 我们第六念就是分别 主着妄想 那就不是实相 所以 离一切分别主着妄想 那是实相 那叫做真忏悔 那重罪入双路呢 因为 这个 路跟水 我们都晓得 他存在的时间很短 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无死解来 我们造作极重的作业 只要剥了智慧现前 这些作业都没有了 这是佛说的真话 为什么这些作业都没有呢 因为金刚经里面讲 环说相皆是希望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无量之一代所造的作业 也是梦幻泡影啊 结了以后就没有了 但是 不是说你所造作业 不需要受报 因为修行人也不媚英国 不是不露英国 你真正开悟以后 你明心见性以后 你没有我执没有法执啦 你没有偶像 没有人像 没有宗像 没有受走向啦 也没有我见 我见 人见 中见 受我见 受走见啦 所以他能够了解这个身体 也是四大甲合的 是梦幻泡影 所以他智慧开了以后 他没有我执法执 他一样去反命债 像安世高大师一样 他去反命债 他担心事已经断掉啦 他担心事已经断掉啦 他觉悟啦 他觉悟啦 勇家大师说的 梦里明明有六趣 绝悟空空空无大千啦 所以他就欢喜去受报 他去还命债啊 他结了以后 他去还命债 因为 这个 修行人是不媚因果的 不是不落因果 他了解这些 过去所造的作业 是迷惑颠倒 所造作的 所以他去还命债 这些都是梦幻泡影 他觉悟以后就没了 但是你不解 你永远在三读六道里面 决定会有果报的 无法避免 换句话说 你有恋 有我 有人 只要有四相 我相 人相 忠相 瘦罗相 那么善悟的果报 你就都承受 四相没有啦 这个也就没有 我没有啦 谁去受呢 所以 只要有我 你有多受 所以 我相 我见 不能不守 不能不离 那不离的话 三语六道 就有多受 生生世世 无量之也都都受 那老法是说 金刚心讲这个禁忌 就是端坐链时相 这个境界 恐怕一万个人当中 没有一个人 修得成功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无数捷来 这个四相的习气 染灼 根深蒂固 没有能力拔除 你说要离开这个 我相 人相 中相 瘦罗相 讲很容易 做很困难 他一齐心动力就是我 你不用去想 不用去考虑 他我自然就跑出来 所以老法上说 想断 断不了 想离 离不开 这是事实 因为凡夫 他无死捷的习气毛病 太多 无量无边 佛陀说 罪业如果有体相 那悉空不能浓缩 那众生怎么办 凡夫怎么办 怎么处理生死苦海 怎么离开六道轮回 佛陀说 要明心见信 见信成果 要三大阿生起劫 那这样我们都没有指望 都没有办法处理生死轮回 所以佛大慈大悲 佛陀在八万四千法门里面 他不请自说 这个佛说阿弥陀经 还有佛说大圣无量寿 庄严清净平等洁经 开示这个净土法门 让你待业往生 所以如果没有净土法门 没有待业往生 老和尚说 讲老实话 末法时期 没有一个人可以往生 可以出离三界 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就 因为无论你修哪个法门 如果你没有做到 金刚经里面讲的 离开四相跟四见 我相 人相 宗相 宿主相 我见 人见 宗相 宿主见 你没有离开这个四相 四见 你就不能成就 你顶多修到一点三界的有肉福报而已 除此之外 你还能有什么成就 幸亏有一个待业往生的法门 这是慈民恋法 所以为什么 阿弥陀佛我大慈大悲 死方诸我如来 诸大菩萨 没有一个人不欠我们求生净土 道理就在此地 连文殊树立菩萨 跟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在 普贤菩萨亨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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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 他表话给你看 倒归极乐 文殊树立菩萨也倒归极乐 他们就在四见给我们看 所以诸我菩萨的愿心 都是用我们早一天成佛道 早一天脱离轮回 脱离古海 那么在所有方面里面 只有阿弥陀佛这个念佛法门 慈敏念佛才能做得到 因为诸佛菩萨跟凡夫不一样 凡夫有分别有执着有勤见 诸佛菩萨都是圆满智慧 没有丝毫的丝心 所以诸佛菩萨通通欠你到极德世界去 所以我们这样就知道 端坐念十项就是 恋佛求生极的世界 才是真正的忏悔 真正的忏悔法门